比特币今天涨破4万美元 为去年5月以来首次 原因是外界认为美国有望开放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进行更广泛的交易 法新社报道 随着外界对美国监管机构将允许比特币指数股票型基金上市的期望越来越高 比特币这种数位资产今年一路飙升 涨幅近150% 比特币现货ETF若上市这些基金将追踪比特币的价格 允许大众在不直接购买这种加密货币的情况下进行投资 风险投资基金创办人加斯马拉里安告诉彭博社 美国资本市场的机构资金将有一个合法合规的管道 人们对此期望非常高 认为这将把比特币推向新的高度 比特币的交易价格在格林为止标准时间 今天40左右超越4万700美元 虽然比特币仍然远低于2020年近6万9千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但这次的涨势标志着加密货币产业 在经历备受瞩目的丑闻和崩盘后出现复苏 这次的涨势标志着加密货币产业 这次的涨势标志着加密货币产业